在这个峡谷帅哥遍地走的时代 那个男人沉浸了1600多天 终于也是寄生帅哥行列 听懂打声 辅助首款FMV皮肤 东黄太一 卓忧烈阳 先看海报 再一看这个白毛帅哥 细一看就会发现 他还是耐看型的 属于那种越看越帅 脸型标准且不良 下额线锋利无韧 眼神坚毅 眉间一点红 头顶龙角 看着都清秀了不少 身材也是没得说 这腰身比例看起来就很正常的 身后的龙尾也是非常霸气 用这皮肤 谁还能说他是泥鳅小蛇 必须说是神龙好吧 出场动画 深渊中的东黄 艰难地行走着天上的猎羊 无情灼烧着他的身体 但他深知要想变得强大 就必须经历这一切 他以日光锻造提破 最终变身成龙 这个剑膜我打十分 是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 要颜值有颜值 要质感有质感 要说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玩到这个英雄 再看看特效 普攻是释放金色的神秘符文 被动是身旁炸开火花 一技能球变成龙头 火焰龙魂熊熊燃烧 当攒满三颗龙头之后 东黄身后就会出现 散发着金色光芒的神龙 二技能就是一个巨大的球 高悬在他的头顶 猛地以千军之势砸向地板 第三颗球特效最多 炸裂感十足 那大招就是火柱 八地而起 牢牢锁住目标 此时我脑中回想起了四个大字 你们猜是什么字 再来看看待机动作和行走动作 最后是回程 延续了FMVP系列的一贯风格 这款皮肤于7月21日上架上成 首周这个价1350点券 参与活动可获得388专属优惠券 最终价格是962点券 有计划给东黄添衣服的兄弟们注意了 这个价格只有首周才有 那最后再说出这个粉皮肤 皮肤设计借鉴了处辞中东黄太一的形象 在此技术上又汇入了王者本土色彩云梦哲 确实很有东方神话里面的元素 给我的感觉和当时看女娲补天这个皮肤差不多 海豹出场以及线膜都是高水准的 特效属于中规中矩有亮点 然后比较差强人意的是局内动作这一块 而且我强烈的预感 东黄皮肤必定能把东黄的斑率八高一个台阶 记得到时候来跟我分享 第一天你玩了几次新皮肤